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食物 特别是每个国家文化的不同 让各国的味蕾也不相同 对你来说那些怪异恶心的东西 可能在别人眼里是美食 欢迎来到老不起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个人类什么都能吃的食物 第五 竹岩 大家都应该知道普通盐巴是用海水制成的 那么竹岩就是以竹子制作出来的 竹岩的起源是从韩国开始的 在韩国除了被认为是使用盐巴之外 也被拿了当成药用 因为竹岩可以控制胃病和各种不同疼痛的疾病 甚至还被拿来做成牙膏 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竹岩 是由一位医学专业医师发明的 他也将此绝密申请专利 需要花上1300天才能创造出最高品质的产品 由于这个原因 这种产品很少生产也很难生产 这位医师目前已经将这个制造竹岩的秘密 传递给他的儿子 让他可以继续传承这个事业 也因为养生风气 让竹岩相关商品不但在韩国大卖 甚至在国外出口行销也得到好评 第四海韵 据于日本400英里的小岛 Mosuku是冲绳的小岛 那里生长着世界上一些独特的藻类 它是一种罕见的水下迷失 也是当地人认为让他们长寿不患疾病的原因之一 这些藻类富含大量的大豆 可以防止癌症、心脏病 和其他一些危险疾病 当地人必须使用特别的技巧来伸长海韵 以两只船加上一种类似巨型真空吸尘器的设备 就可以快速收集藻类并保持新鲜 有些人也喜欢在没有经过处理下直接吃真实的味道 第三,柴鱼片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吃到和见到的柴鱼片 在日本是叫尖结 它是以烟熏金枪与直到完全干燥后 用天然黴菌包子喷洒上去 然后让他们在室内冷却到常温放一碗 里面的水分就会扩散到表面 反复进行6到15次 当黴菌停止生长 尖结看起来开始像一棵枯木树的时候就完成了 然后这些枯木刨出来的就是我们常吃的柴鱼片了 柴鱼片的制造过程是非常久的 而且成品也非常坚硬 你还可以刨出一把食物利刀 甚至用来装饰各种食物 不过大部分市面上都是贩卖已经销好的柴鱼片 而不是整根间接 第二,墨西哥粽子 许多国家都有叶子包东西的食物 像是我们的粽子 在拉丁美洲也有这种食物 被称为塔玛丽 大部分是与玉米叶或是香蕉 也来包覆玉米粉面团 之后去蒸 里面有时候会包含起司水果或是蔬菜 这个食物特别的地方是 它总共有超过500种不同品种的粽子 因为塔玛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食物配方 据说第一个墨西哥粽子 是在公元前8000年到5000年之间 那时候当地原住民还非常亲切的 拿了这个粽子给土地征服着吃 第一,发酵鱼 俗话说人以食为天一点都不是假的 当埃及卫生部发布年度警告 请在地的人远离一种危险致命食物时 你可能会认为大多数怕死的人都会遵守 但是相反的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当地 抢着吃一种发酵后的鱼 如果鱼没有处理好就会中毒死亡 所以发酵鱼制造商必须格外小心 确保鱼发酵的震荡 而这个美食的由来其实是有原因的 几千年以前尼罗河流域爆发了罕见的大水灾 那时粮食缺乏 人们只能把河滩上发酵的死鱼减回价值 却没想到发酵的鱼竟然这么美味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 其中一个最特别的美食 让许多人和动物为之疯狂 它必须要经过低恒温70度烘烤 每次都要花上12-14个小时 在这几个小时中间 还要不定时的检查有没有被偷吃 最后才能得到这些香脆无比的天然鸡肉干 新鲜打包后就等着你到虾皮订购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